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鳳梨會改善女生的氣味 一樣的邏輯 妳好像說了可以飲用一樣 對啊 你們可以接受討論 我們身上有的東西嗎 當然可以啊 你們常常討論我們ABCDE 7 請問 陰莖骨折的形狀會像是 怎麼可能變煞車之風啊 晨熙覺得是閃電 我是本來想看看閃電會是怎麼樣 玩具的器官 對 你有人 怎麼可能太離譜了啦 陶笛也很不妙吧 那個陶笛就是直球耶 它都腫起來 歡迎收看小明星 小明星 小明星 好 那我們今天今天要聊成人寶 今天怎麼會這樣啊 這一定要聊一下 剛好有兩位演員 他們就跟這個有關了啦 沒錯 關心啊 這兩位的劇啦好不好 好…來 介紹… 歡迎Netflix愛內涵光的演員 歡迎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我們的戲就是 他在講一個家庭 但是有各個年齡層不同的性愛 比如爸爸媽媽性愛的問題 對 然後小孩性愛的問題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開放的 去討論性這件事情 OK 你的角色是哪一種 我的角色是同志 我們兩個是一對 在戲裡面是一對 你是第一次演同志嗎 不是 插槍走火 到最後 不然試試試看 搞不好真的都成為人家話 我們女性同胞這邊選擇性 已經越來越少了 現在結果就 你什麼越來越少 來跟我們講 不是 很過分耶你們 同志很多都是帥的 像這兩個 真的 一下你們市場上少掉兩枚耶 對 而且帥的都跟帥的在一起 對啊 然後我們就不知道 我們怎麼辦… 要不然大家一起嘛 對啊 大家一起帥帥看 對… 所以這是在Netflix裡面 對 在2月2號 在Netflix獨家播出 對 它其實算是滿激情的喜劇 但是當然也有扣到家庭 也有扣到姓氏 然後就是滿有趣 大家也看到預告 就開始在網路上瘋傳 2月2號一定要準時看 這樣的題材幾乎是沒有啦 對啊 算很新的詳細 兩位有那個腿講腿的畫面嗎 有… 我們會看得到嗎 有… 有… 有精進戲是不是 現在可以這樣子 現在這邊都是熟女 你問這什麼我們會看得到 什麼 我們什麼熟女 我們只是小姐姐好嗎 小姐姐 小姐姐 市中心的小姐姐 我們是親 什麼會看得到 來 請問一下會看得到腿嗎 若隱若現 若有四五 妳們現在看得到 好幸運喔 好幸運喔 因為我們這組尺度是最大的 真的 尺度是最大的 加油 好不好 我也滿期待喔 我也滿期待 2月2號就在Netflix播了啦 好 再來這邊也介紹 浩如 哈囉… 吳宇軒 嗨 來 許瑋瑩 哈囉 來 瑋瑜 這邊是浩瑋 這是我們戲的導演是不是 不是啦 什麼導演會穿衣服 動作指導… 特殊 這是密妙的一件 不好意思 因為我爸有的時候會聞盲 有的時候 他還跳不懂那邊 密妙科技師 你好… 妳好… 是… 我們今天分成三個部分 我們會出題考驗大家 當然就是成人相關的保健知識 好 第一部分我們要考的是 男人身體裡的秘密 加油喔 來…我們直接來了 最後累積積分賽嘛 然後得到最高分的 就可以獲得我們這 巨額獎金5千元 請出題 第一題 許多人對於精液 有很多好奇及迷思請問 以下關於精液的迅速 何者正確 A 精液中的蛋白質成分 具有美容抗皺的效果 B 一滴精 十滴血 綜癒過度會精進人亡 C 射精前喝果汁 可以改善精液的味道 或是D 禁癒後的精子量 會增加更容易懷孕 請選擇 只有一個正確嗎 只有一個是正確 沒有複選 現在好多人在想說完了… 我怎麼都覺得是真的 只有一個正確 1 2 3 亮亮 來 請翻反安看一下大家 我們女生這邊有A C C 這邊是C B 好 選A的討論一下 因為就我所知 精液是很營養的 什麼感覺 而且…精液好像 妳好像說了可以飲用一樣 對啊 不是 它是真的啦 我之前記得我看書裡面 它有說它有 它是等於是一顆蛋裡面的 蛋白的營養 對 但現在講的是有美容抗皺 它裡面還有很多維生素什麼的 我記得是有很多維他命C在裡面 對… 膚喔 我們先大家討論就好 妳們可以接受三個女生 其實所以你們 在討論我們身上有的東西嗎 當然可以啊 所以你們常討論我們A B C D E 7 對啊 為什麼不行 對啊 精液都是生命 所以她應該要很多蛋白 她要什麼意思 她是生命 但她只是生命的一個前奏而已 對 所以你們 來 孫生就跟妳看不一樣 只有妳一個選這個 就是國度會精進人物 因為我 我有一個哥們 真的是哥們 不是我 她走了… 她就是 她高中的時候就是我的團員 褲炫的 對啊 精進人物 不是活得好好的嗎 不是 她是高中的時候太好奇了 那時候對這個DIY 或是對姓比較好奇 她就一直自己DIY嘛 自己高興 然後高興… 對啊 出血 然後送醫 過頭會不會導致可能會上天堂之類 好 這是妳的選擇啦 她憑她的那個 來…吸三位吸 來… 有個說法是女生如果在 就是平時有多吃鳳梨 或多吃鳳梨的話 也會改善女生的氣味 那個也是荷爾蒙嘛 所以我想說會不會 也有可能是一樣的邏輯 第一這個答案是說禁慾 比如說我們保留…體力 等到那個要用的時候 養兵千日用菜 一時 讓妳去啦 容易懷孕 都讓妳啊 那一堆老殘窮跑不動 對啊 要新鮮的才好吧 沒有正確答案對不對 觀眾朋友妳自己也猜一個 好難喔 妳現在猜一個 好 我等妳 2 1 正確答案是 正確答案是第一集 如何的精神男回合 就這樣更容易懷孕 所以現場沒有任何人懷孕 對 因為金蟲數量跟濃度會增加 更容易懷孕 但如果金蟲太久 說是第三天之後 金蟲品質就會下降 這個射出來的不會年輕人 你會射出一個老人 所以憲哥真的很厲害 一猜就中了 我也覺得是第一 真的是養名千日用在一起 對不對 而且人多勢重嘛 不是這樣 因為一看六個傻瓜 我選他們那種 也對 機率比較高 72小時 是 沒錯 因為我們剛剛選那些 奇奇怪怪的答案 都是全錯的 是 沒錯 對 鳳梨不是真的 沒有 我聽 我以前也是聽說 吃鳳梨會改善味道 所以高中就會一直吃… 你那個是使用錯誤啦 他那個是抹在患步啦 會痛的啊 好痛喔 我必須要講 使用鳳梨確實有可能 可以改善味道 但是可能要一兩年的時間 那意思是他說打到血是什麼 對啊 那個都會抽血 因為他一天到晚都在摩擦 DIY在摩擦 摩擦 再加上我們的攝護線 一直在收縮的狀況 因為他要把金蟲是 射出去 那太用力了 造成血管破掉 它就出現 是那個時候陷的那個 陷體的血管 是的 血管破裂 所以沒有所謂的重慾過度 沒有 不行了就不行了 就不要硬來嘛 好 來 下一道題目請出題 好 來 第二題 性能力是男生一生都不能輸的事情 只要能展現熊風方法 都會想要試試看 請問一下對於增加性能力的敘述 何者正確 A 吃下大量生蠔 晚上就會病病狗 B 帝王神功能夠訓練耐力增加硬度 C 藍色小藥丸 藥效能持續4到5小時 D 割包皮能訓練敏感度 進而延緩射精 請作答 我沒吃過小藥丸 帝王神功什麼 很難耶 對啊 帝王神功是什麼 對啊 帝王神功是什麼 帝王神功 就陰釣千斤 就是會像小時候看節目上有的一個 不是 底下釣一個嘛 其實它是幾刀 都啪一條一個布 拖一個才能甩 然後看起來好像很猛烈 什麼 九九啊 九陽神功 對啦 九九神功 可以增加一度 好 大家請選擇 哪一個正確 有三個錯誤 3 2 1 請亮答案 好 來 D A A 依萱選A 割包皮不是會讓它變得比較敏感嗎 因為它就沒有東西包覆啦 對啊 所以它應該會比較快色啊 對啊 它從小就割 我跟你講就變得不敏感了 真的嗎 真的 所以它那個延緩射精 根本都只是它不敏感而已 它就不敏感啊 所以你們覺得是生蠔 晚上就變成了 不是 因為生蠔裡面還有心啊 心 還有 對啊 所以它確實會增加男性的 這個精子的活絡程度 好 來看哲希是選 對 我選B 因為 因為你在練這個功的時候 可能會冥想 然後就是在做的時候也會冥想 不是說想一些 這些跟性無關的事情就會比較久 你說一邊唸什麼大悲咒什麼之類 對… 想想爺爺奶奶之類的 你搞不好想阿嬤 想阿嬤這輩子的幸福 對 想阿嬤 藍色想要玩藥相能學去四道五小時 憲哥覺得是這個 我沒有吃過 對啊 就感覺電視都這樣演 然後好像聽了… 你只要一吃了 你就覺得好像一定有幫助 我記得只能大概兩個小時多 因為那時候我們去爬玉山的時候 我們什麼鐘哥 詹老師 鳴熊哥 全部都有吃耶 血管擴充 對啊 沒想到擴充最大的是海綿體 對啊 怎麼辦 但他好像沒有到四到五小時 這麼久 沒有這麼久 大概兩個小時進風吧 你要把握那個黃金起床 這個等一下要問那是什麼 1 我是去年還前年才割的 所以割完發現真的有差耶 就是親身實驗 反而不敏感了 假的啦 不要來我們的節目上 不要為了個人意識的榮譽感 對啊 大家就跑去哥 不要大家 不要搶出頭 不是廣告這樣子 我們很難搞耶 真的… 在那邊做形象耶 我們來看一下正確答案是什麼了 正確答案是 C 對 真的假的 醫生 你不要亂講耶 四五個鐘頭 真的假的啦 確定是… 大概幾歲 可以開始吃這種東西 只要你有勃起功能障礙都可以吃 沒有障礙只是不想這樣 不想 那根本不需要吃啊 對方堅持要啊 交功課 對 交功課 你沒有辦法硬起來的時候 對方的責任更大 不是吧 不一定吧 你總不能拿一隻毛筆 一直說你沒有筆心吧 你就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就是 不是 對啊 做功課不好好做 在那邊閒自己給些 所有對方指不好 我坐過來 我坐過來… 好 不生氣 以不生氣為原則 不生氣 真的嗎 乖… 我們團員啦 要過年了 幾歲要吃啊 幾歲 18歲以上就可以吃了 會不會有副作用 副作用有的時候會吸血壓 吃下去四到五個小時中間 都有用 都有用 就藥效的 對 但是還是要有一個善意的起醒 就是一定要有足夠的性刺 及吃這個才有用 因為很多病人吃完之後 就一直在看下面 怎麼沒有硬 怎麼沒有硬 他沒有硬 互看嘛 對啊 問題是說他沒有正常的性刺激 他不會硬 要不然就是他口訣 還是要跟他講一下 什麼 老弟 勿忘在局啊 勿忘在局 好 下面一題請處理 好的 再來我們第三題 夫妻情侶之間享受雨水之歡時 經常變換姿勢來增加情緒 但一個不小心可能會造成陰莖骨折 請問 陰莖骨折的形狀會像是 陰莖骨折 請問何者 比較像是陰莖骨折的形狀 A閃電 B彎曲 C管 C頭 D或是D 薩克斯風 好難喔 怎麼可能變薩克斯風啊 如果薩克斯風 我以後看到薩斯風 我就想要陰莖骨折耶 好 3 太難了吧 好難喔 等一下 我想先看男生的答案 你們哪裡找到這問題 來 男生的答案請作答 示意圖 A B C都有 但沒有人認為是薩克斯風 這個 珍惜覺得是閃電 我是滿想看看閃電的 你們就給答案 會是怎麼樣 C C C 你覺得是 彎曲的吸管 各位 而且還不是拉寶的喔 沒有人選薩克斯風 怎麼可能這樣薩克斯風 太離譜了啦 他那是骨折…兩次吧 U字形耶… 就是變成陶笛也很不妙吧 那個陶笛就是 就是你受傷 他都腫起來 因為講這些話 我們都沒有這種經驗啦 而且哪來這麼奇怪的陶笛啊 來… 醫師請先跟我們說正確答案是 答案是 答案是 好帥喔 對啊 我剛剛從頭到尾都在想 陰莖根本就沒有骨頭 怎麼骨折 真的假的啊 是什麼意思啊 我們請醫師幫我們解釋一下 好不好 要請憲哥幫我拿一下道具嗎 不…你自己 原來是要示範這一題 OK… 我用這個跟大家講 這個是沒有勃起的 它就是 不然呢 我們的陰莖 太悲傷了吧 我們陰莖其實沒有骨頭 對啊 陰莖骨折只是形容這個 這個疾病而已 當它薄血的時候 裡面是沖血的 沖血 好 當 好 我幫你拿麥 好… 這個盡量健康 健康的看 健康的學 當今天女生下來的時候 是 如果男生沒有對準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 男生這一隻會直接撞到 女生的屁股 屁股是硬的 會這樣玩 Oh my God 彎鴿之後這個氣球很有彈性 但是我們人沒有彈性 我們人就直接破鴿 OK… 破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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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海綿體破掉嗎 海綿體破掉 Oh my God 破掉就變成這樣子了 就瞬間消風 真的啊 消風就會變這樣 180度折起來 天啊 九十度對折 天啊 歡迎… 我不想講的 我不想講 九十度對折 然後黏起來 這個薩克風的意思是倒過來 對…沒錯… 因為可怕耶 爆章雜誌 有些人用薩克風狗來形容這個東西 那個… 什麼 薩克風狗 薩克風狗 所以他軟掉的時候也是對折的 對… 但是有些人到醫院的時候 自己折回來了 可以看一下你是不是 真的有醫生的執照 有… 那什麼內容 對啊 什麼意思 俑俑這樣弄一個殺是瘋 在講這段說 男生的表情都是面無表情 要我們笑都不行耶 對啊 不是 醫生他可以自己回來 還是自己掰回來 沒有 他已經破洞了 破洞 他就變軟了 所以他就是軟了可以 如果今天你發生這種事情 其實男生不會痛 他只會覺得 為什麼我突然軟掉了 他不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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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部分人是不會痛的 突然變雙向道 對… 是迴轉道 對 迴轉道 那醫生怎麼處置 如果破洞的地方 就要趕快手術開刀把它補起來 有些人放著不來求醫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他三到五天之後 這個洞他就變成拔痕組織 很難補起來 很難補起來 你也很難回植 硬起來就變這樣 甚至他沒辦法硬了 所以血液就從這個洞露出去了 所以他永遠沒辦法變硬了 會輪胎 對 超可愛的 跟輪胎重丁一樣 他很脆弱耶 跟輪胎重丁一樣 對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題 下一題 日常生活中舉凡壓力 作息不良的飲食失調 甚至連日常生活習慣 都有可能影響金蟲的數量與品質 請問一下 喝酒不會影響金蟲的品質 A 喝可樂 B 跑溫泉 C 手機放前側口袋 或是D 翹腳 請選擇 只有一個不會耶 我們的題目其實很棒 因為我們都好像略懂 又搞不太清楚 對 就是好像聽過 可是好像這也不是 而且到現在沒有答對耶 我已經完蛋了 母雞懂啦 我已經完蛋了 你應該是全場 最不用擔心品質的人了吧 你已經生完四個了有什麼好歹 不是… 你不能再生小孩 你這樣會生很多露西牌 3 2 1 舉牌 來看一下 A D A B C 可樂… 對 因為其他的選項 好像都是跟溫 就會讓溫度比較高 你用刪去法 C是輻射法 對 但是手機也有溫度 手機會發燙 糟了 今天答案如果是可樂的話 那還有誰敢喝 憲哥是選翹腳 覺得翹腳不會影響 我覺得翹腳只是 因為它沒有外力影響 所以一定會影響 翹腳是自己的姿勢 可是夾住啦 翹腳會整個夾住 翹腳這裡也有一個 來 你也翹腳 我也翹腳 因為高溫是一定殺精的嘛 所以泡溫泉一定會殺精 可樂殺精不是一個常識嗎 因為翹腳我覺得那是物理性的 就是你可能會脊椎歪掉 咖啡會不會 咖啡也有提示 咖啡音好像… 可是我選C是因為 如果真的手機放前側口袋 會殺精的話 之後大家做褲子的時候 就會不想要把 不想要做前側口袋 沒有 口袋可能就會在腳踝的位置 對… 我也是覺得是手機耶 就感覺如果你剛剛前面幾題 最不可能的答案就是答案 是嗎 對啊 正確答案就是 A喝可樂 A喝可樂 真的 終於… 來…恭喜孫生得一分 金蟲在稿丸裡面製造出來 會存在副稿裡 而喝下的可樂會流到胃裡面 完全不會接觸 硬要講關係 可能就只是可樂 如果喝多了也會變胖 造成體重過重 確實有機會影響精子的品質 加博韻的機率 幾項我們來研究一下 VCD 妳剛剛說對了 對…溫度過高 答案全部都是因為溫度過高 因為陰囊的構造 外露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它需要散熱 它的最好狀況是維持在 比體溫低兩三度的狀況 所以如果一直在高溫的狀況 就不利於精子產生 長時間坐機車的外送員 也有可能有這樣的職業傷害 好… 好 大家就是提醒大家 好 下面一題請出題 好 第五題 又不想搞出人命 許多夫妻會在討論後 由男生去做結紮手術 請問一下對於結紮的敘述 何者正確 A 結紮後 會影響男性的性能力 B 結紮後馬上就有避孕效果 C 射出的液體會有明顯不同 或是D 結紮手術 是在音囊上打動 好可怕喔 請作答 結紮手術 好 來看答案喔 C好了 沒有人全A C好了 這邊都是選結紮 馬上有避孕效果 馬上有 全B喔 對 因為綁起來感覺就馬上 就擋住了 所以他有用了馬上 也就是說可能結紮完之後 比如說三天 五天 裡面一定會有殘留嘛 對啊 殘留又進去了 對啊 是這樣子嗎 不能怪你們啦 你們也不可能演過 戲劇不可能有 跟性行為有關的東西 不可能嗎 不可能什麼2月2號Netflix 是要上什麼內涵光 不可能有這種事情 結紮… 有沒有 沒有 因為他們是演那個Gay couple 沒有這個擔心 對…我們沒有對不對 這個議題會有明顯不同 我記得是會變得好像比較水 因為我有一對就是也是夫妻朋友 他們是真的老公會來 就是因為生了三個了 所以老公就有去結紮 然後我就跟他老婆討論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說變得比較水 水水的喔 因為精液是精子加上前列些液嘛 對 所以他現在只剩前列些液的話 少了一些實體的東西 所以就會好像應該… 就會明顯不一樣 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我覺得很微妙的是 吳宇璇妳竟然選D 對啊 妳怎麼可能在陰囊上打洞呢 因為我知道的事情 方便戴耳懷 微創手碎 對 因為現在有很多微創 傳統的是你要打開又切開 然後把那個 打一個啾啾 那個什麼疏精管給截斷 然後綁起來嘛 現在好像是可以直接打洞 就是不用在上面有傷口 正確答案是 正確答案是第一經關 答對了耶 恭喜宇璇 這個是沒有錯 就是開一個小小的洞 然後把疏精管截斷 兩端用縫線綁死 然後當然是局部麻醉 然後總共只需要 30分鐘以內就可以完成 然後想要恢復生殖能力 再用手術接回來就好了 意思是說她現在變成微創 沒有以前那麼恐怖了 OK 好 目前大家成績都偏低 宇璇 宇璇 吳建合跟孫生各一分 沒想到瑋瑜還有皓如 竟然是0分 皓如喔 接下來這一Part 可能是我們女生的這個戰地了 太好了… 我們要了解的是 比女人心更難懂神秘的三角地帶 第一道題目請出題 好 第一題 私密處是女性的第二張臉 但成長的過程中似乎沒有人教導過 該如何正確清洗請問 以下對於私密處清潔的敘述 何者錯誤 A 陰道口和前庭不需要特別清洗 B 陰道內部需要定期使用灌洗液 C 日常使用清水清潔就可以 或是D 水溫太高會導致私密處搔癢 請選擇 這個是女生的題目喔 歡迎騷擾思密達 這個對男生來說其實非常難 男生就有點卡了有沒有 我覺得對男生太難說 何者錯誤 這超難的 對啊 你腦袋裡面在想什麼 想那個洗澡 1 2 3 B… B… 都是B 都是B 全B喔 需要定期使用灌洗液 竟然是不對的 是嗎 恭喜答對 因為…裡面會有益生菌 所以才會說我們要吃益生菌 它有好菌跟壞菌要平衡 因為用清水洗 就可以達到清潔的效果 他在講內部 裡面內部有PH值的關係 所以我們其實PH值內外 是完全不一樣的 陰道內的PH值是弱酸性 是3.5到4.5 外部PH值是5左右 所以其實陰道內外 都有自己調節的能力 就算用偏減一點的洗劑去清洗 很快身體就會調回來了 所以就是不需要這樣子灌洗這樣子 對 好 下一道題目請出題 許多人因為生活壓力大 飲食不均衡等因素 導致懷孕過程不是很順利 因此網路上流傳許多受孕秘訣 請問以下哪一種方法在科學上 更能夠增加受孕機會 A 採用男上女下的姿勢 B 女性在過程中達到高潮 C 使用油性潤滑液 或是D 天天形房 天天像你 這好難 更能增加受孕啦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大家答案喔 請翻版 1 2 3 B 爸爸… 全部都是B 這邊有一個 天天形 B 吳建和 選A 女生在下面 男生在上面 她會比較自在 然後比較放鬆 比較放鬆 心情上的 對 然後液體流進去好像比較順 沒有… 那個是要在屁股下面墊枕頭吧 那就做完以後倒立就好啦 對啊 做完倒立是絕對沒有用的 對 你沒遇過狂野的咧 我那個朋友後來變成 傻子是瘋了 是嗎 是陳醫生嗎 好 選B 就是因為我覺得高潮好像跟 就是會影響荷爾蒙 然後比較容易 增加受孕機會 增加吧 應該是女生高潮的時候 溫度會比較高 可以讓就是 就是人家說體溫高的 比較容易孵化 對 就像人家說體溫高的女生 比較容易受孕 下蛋 然後體溫低的女生好像就是 受孕會沒有體溫高的女生不好 對 所以高潮女生身體會熱 對 這個平台問醫師 確實有這個狀態 D 好 來 天天型號 就大數據嘛 我們用這個物理來分析啊 來 你講 我們聽聽看你有物理 物理看花 三個中野一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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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莫名人 對啊 就是 對嘛 你照三餐飯後睡前 說不定中的機率比你多啊 其實講起來是對的 對不對 物理上來講的這樣子 你選哪一個 你是不是也跟他們一樣 要選擇是B 天天 他在回想… 他在回想 怎麼了 我覺得我人在這裡很不舒適 因為就是說某個程度上 我也算在場 他好運 天天也是產物 你是產物 你在跑什麼畫面 憲哥 很不願意跟孫生同樣的答案 對不對 對啊 你也是選那個 好 正確答案是 正確答案是B 沒錯 沒錯 女性在過程中 達到高潮的時候 會分泌催產素 然後這會刺激子宮跟舒軟感 收縮還有運動 把更多的精蟲運送到舒軟館 所以盡量讓女性達到性高潮 是有機會提升懷孕機會的方法 對 那我們要努力 天天型房變成這個品質不好 對不對 沒有 還要配合女生的排卵期 沒有卵的時候你型房空… 天天問題 白型了… 跟誰結合 因為通常搞完在製造精子的時候 通常一天打一次其實就打光了 真的嗎 她可能打兩三次就已經是空包蛋了 後面都在製造上面 對 下面一題請出題 好 女人保養好私密處是一種 寵愛自己的表現 但私密處暗沉 比較容易引發焦慮心理 請問以下哪個原因 不會導致私密處暗沉 A 平凡的性行為 B 年齡見長 C 習慣使用護墊 或是D 私密處感染請作答 不會喔 有點tricky 不會喔 平凡是多平凡啊 平凡就說比如說一天 天天 一個禮拜比如說五天六天 就算平凡 不會喔 對 好 來看一下A B A A 漂亮… 這以萱答案是對的 應該就是A 沒有 我覺得答案絕對不會是A 真的嗎 我覺得答案是 B 私密處感染 對 因為使用護墊 其實不就是跟穿內褲是一樣 它就是墊在內褲上 可是護墊的邏輯是 護墊這個東西它是幫你就是分泌物 然後它其實是分泌物 就如果女生會有分泌物的話 你不會弄在內褲上面 它其實 對 但是它都不會導致暗沉 如果你使用護墊 跟你沒有用護墊穿內褲是一樣 是一樣 不一樣 因為內褲的布跟護墊的布這樣 是不一樣的 而且我會選A是因為之前有些人會說 就是有小女生的煩惱 就是他跟男朋友第一次性行為 結果發現男生覺得他那邊顏色偏深 但是這有一些 這是自己本人膚色的問題 遺傳啊 對…它不是因為性行為 因為你看老外 老外一定更頻繁吧 對啊 看身體狀況吧 看有沒有時間 對啊 好妙喔 年齡見長 妳是有這個實務經驗嗎 沒有啦 男生的答案反而都是一致 都是覺得性行為不會導致私密處暗沉 所以男生常常會這樣想女生啊 好 好難喔 來 我這題好想知道答案 正確答案是 正確答案是 是… 性行為不會導致私密處變黑 女性下體和乳頭 只會因為基因 荷爾蒙 老化和摩擦四種原因變黑 跟性行為沒有直接關係 其實所謂的摩擦是日常生活中的習慣 例如說穿緊身褲 緊身內褲 造成私密處與褲子持續摩擦 太緊都不好啦 其實我們的私密處就跟皮膚一樣 全身的它都是皮膚 當什麼時候會黑色素沉澱 當然就是皮膚受傷 皮膚老化 需要保護的時候 對 需要保護的時候 平凡的性生活 它不會去摩擦到外陰部 它不會這樣外陰部受傷 當然有可能如果妳真的是 做一些事情讓它刮傷的話 當然也有可能會造成 好 下一題請出題 好 女性的外生肌器跟男性生肌器 相比複雜很多 大部分的人對因地的知識更是匱乏 請問以下對於因地的敘述 何者錯誤 A 因地其實約有10公分長 B 因地一身當中都在長大 C 除了性快感沒有其他用途 D 所有女性對因地刺激都有反應 請問下列何者錯誤 請選擇 一生都在長大 錯誤耶 一直長大 好 讓他們思考一下 我同步公布一下大家的成績 好 目前位置 我們皓如這邊有2分 苡萱4分 瑋瑩2分 哲熙也是4分 吳建和3分 孫生3分 沒想到男生的成績普遍是高的 滿有機會可以獲得 我們5000元的獎金喔 到底是誰呢 好 3 2 1 看你們的 為什麼 A 10公分很長耶 沒有 那是往裡面去的部分 對 對啊 沒有 因為 在外面還得了 我看過一個就是那個精子就是變成 受精卵變成男生跟女生的一個影片 然後她就說就是女生就是往內長 男生就是往外長 就是其實她原生是在同一個位置 對… 我知道A一定是對的 因為陰D露出來在外面的只是 只有一小部分 其他地方還包著女生的陰道 沒有人選B啊 一生都在長大 大家看她一生都在長大 很不爽這句 好 D 就應該不是所有女生都會對陰D刺激有反應 可是因為那邊有很多血管跟神經蟲 對 陰D所以 但是這東西就是跟不一定每個人都會 真的有高潮 到底是一樣的 就每個人對於器官的敏感程度 是不一樣的 所以就會覺得好像不可能所有女生 可以是絕大多數 真的 因為它所有這太絕對了 真的 就好像什麼所有男生耳朵都很敏感 好像又有就不一定了 來 普遍啦 普遍說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我唯一有體驗過 親身經歷我覺得 不是每個女生對陰D刺激都有反應 親身經歷 什麼經歷 親身經歷 沒有啊 就是妳 因為其他的我都看不到 就不是每個女生會有反應 對啊 給妳親身經歷 好 OK 來 正確答案是 正確答案當然是D 對 並不是所有女生對陰D刺激都有反應 當然很多人有 但是其實滿多人沒有辦法盡情享受 如果你不喜歡她其實是很正常的 不代表你有什麼性冷感的問題 真的啊 對 這個部分 其他選項我們讓醫生來幫我們補充 好不好 陰D有10公分 其實大部分女生的陰D是在 看不到的肉裡面 真的啊 對 所以這樣算起來大概10公分 10公分其實也不長 大概這樣而已 是 對 它是折起來的 所以它其實是折進去 在肉裡面的 它沒有肉出染 所以剛剛憲哥講得很對 它其實女生是往裡面長 往裡面長 對 是 男生是往外面長 但我們很疑是 就是那個選項B 就是說一生當中都在長大 沒錯 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它長去哪裡啊 對啊 它其實就是肉裡面的 往裡面長是不是 但有些人 有些人也會往外面長一些接觸 這有可能年紀越大 然後越大顆 捷克的碗豆 有可能 有可能 不是 那醫生他往裡面長 他的功能除了性高超 他還有什麼功能 他只有這個功能而已 他就是想要長大 他就是這個功能而已 好 下一道題目來 滿有趣的喔 使用衛生棉條 讓女性在生理期活動更為方便 除了可以泡湯游泳 也能夠保持外應部的乾爽透氣 降低生理期悶熱感或產生異味的機會 請問 以下對於衛生棉條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沒有性經驗的人不能使用 B 棉條的線很容易斷掉 C 會經常有異物感 或是D 體感上能讓經期變短 請問何者正確 請選擇 好 只有一個正確的 3 這對他們來講太難了吧 太難了 我覺得男生根本就不在乎 女生的什麼這些有的沒的 他們只在乎時間而已 3 2 壞蛋 1 舉牌 好 女生都寫低 體感上讓經期變短 這是正確 真的 因為我現在就有使用了 真的嗎 真的會變短 為什麼會讓經期變短 不是 因為他講是體感上嘛 然後因為你… 因為就是你…那個衛生棉 體感上 衛生棉條你放進去的時候 就是它會把深處的那個血 感覺吸得比較多 所以如果你連續幾天都是用的話 你會覺得突然好像比較快結束 因為我是長期…使用棉條 我會…他說體感上… 體感上嘛 就感覺我會有 可是其實我不用個一天之後 它還是會再流出來一點點 這邊只有你選D耶 其他CC是什麼 對啊 因為應該是 我有衛生紙 你還要試試看 我們剛剛也沒有骨折過 還不是認真答題 對… 不是 我就想嘛 客觀想說是不是 一個醫護這樣進去 一整天你活動啊 還是卡在那邊嗎 卡卡的這樣子 其實用正確是完全沒有感覺的 對 而且會比用衛生棉來得更舒服 正確解答就是 這位答案是第一點 對… 這個非常有趣耶 這個可能要請陳醫師 來幫我們解釋 這個組織是有關係的 來 大家可以請看這個圖 好 這個是我們的女性的構造 其實陰道 雖然大家看起來 是一個直隱的東西 但其實它這邊是肉 所以它其實有很多的皺褶 女性的來賓說說 她覺得體感會比較短 是因為有些月經的經血 它還會殘存在這個皺褶裡面 OK 如果使用衛生棉條的話 它可以把這些 吸乾了 對 吸乾它不會… 不會殘存 OK 所以它最後一天的那個殘存 其實就是殘存 前一天就把它通路吸乾 沒錯 就比較不會滴滴答答的 弄很多 只是一個感覺啦 OK… 以後我們用棉條我們會注意 好 來 下面一題請處理 好 再來這個部分 是基本上沒教的事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題 近年台灣社會對於性的態度 有越來越開放的趨勢 甚至有許多不談愛 只做愛的現象 但在追求快感的同時 也要小心性病找上門 請問以下對於艾滋病的敘述 何者正確 A 病毒在體外可以存活36小時 B 交換唾液會被傳染艾滋病 C 得到艾滋病終身無法根治 D 艾滋病患者不能有性生活 何者正確 請作答 3 2 1 請 正確喔 量答案 1 A 2 B 來 量答案 選擇A的 C A C 好 可重活36小時 我是用猜的 因為D跟B是錯的嘛 然後我剛剛A跟C在選 其實我跟以萱是一樣的講法 對 選B的 來 因為長輩都說這個 可這個唾液可能會傳染啊 空氣也是體液的一種 對… 但是現在講的是AIDS 艾滋病耶 對 艾滋病要血液 對 艾滋病是體液跟血液 如果你是說接吻會的話 代表是 他是說有可能你的牙齒中 可能會有什麼危險 嘴巴裡面有傷口 鬆口 一定要傷口的時候 小破洞 對 對不對 好 兩位選C的 因為我有朋友得艾滋病 他就是控制 吃藥控制 現在的科技好像可以延緩 他就是控制 他就是跟正常人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對… 但只是有時候很容易疲憊 好 先看看…正確答案是哪個 好 正確答案是C 得到艾滋病終身無法根治 很多人都停留在就是必死的疾病 像黑死病或者是延誤就醫 但其實說真的只要接受適當治療 就像皓如姐剛剛講的一樣 病毒量可以降低到一定範圍 可以有效控制 真的 但是病毒仍然無法全面根除 這麼厲害 好 下一道題目 保險套是安全性行為理 不可少的措施 請問以下對於保險套的敘述 何者正確 A 越薄的保險套越容易破 B 戴保險套能完全預防性病 C 乳膠過敏的人不能用保險套 好 第一 挑尺寸時 是看粗度而非長度 請選擇 正確 正確喔 3 2 1 請量答案 好 好 哲西選A 然後健合是D 好 身身也是A 再來女生這邊是DDC A 為什麼 就相較於厚的 薄的一定容易一點嘛 而且這聽起來就感覺是一個 很合理 很合邏輯的順項 對 物理 但可能也沒那麼容易破對不對 對啊 OK 沒有人選C 來 乳膠過敏 就感覺應該用特殊的東西吧 是不是保險套有別的材質 就是可能要選擇不同的材質或者是 可是我沒有聽過保險套有分材質 就像吃藥一樣 可能普羅大眾 可能大家都可以吃普拿疼 可是就是會有一些過敏反應的人 他們就是不能吃普拿疼 所以我覺得 不耐症 一定有 乳膠不耐症 所以就是一定會有 可能什麼過敏的人 他們不能用保險套 用別的避孕方式 所以才會有其他避孕方式的延伸 看粗度而非長度 來… 對啊 因為如果你買錯尺寸 有時候我老公會被憋得太緊 如果你買得太大 他有可能保險套脫落 留在女生的身體裡面 所以他是看那個 而且保險套 它那個是捲起來的嘛 我覺得大部分的長的尺寸 會在同一個範圍裡面 它那個有捲的嘛 通常都會有腎 對 很少不夠用啦… 很少不夠用 很少不夠用 主要是那個寬 直徑吧 盒子包裝上會寫尺寸嗎 會 寫MM 還寫什麼的 一般正常好像是52mm的樣子 對…會寫MM 然後我記得 他好像是在挑尺寸的時候 他是可以量那個這樣子直徑 直徑 對… 不是看粗度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避孕啦 如果你尺寸不對的話 對耶 你可能買得太大 或買得太小 所以就不可能 對啊 OK 好 正確答案就是 正確答案是D 挑尺寸是試看的 而非長度 粗度是挑尺寸保險套的手藥關鍵 一般包裝會註明擴度 所以先測量勃起後 陰莖的周長除以2才會是擴度 真的啊 還有圖板 這裡啦 這裡啦 有很多的觀眾都不太清楚 其實正確量法 要量最初的直徑 不是量龜頭的 是要量陰莖最初的 這個周長除以2 OK 最初的戀人嘛 對 是 沒錯 我們保險套的公司 都會提供各種的尺寸 那擴度就是這個周長除以2 有人寫A跟C嘛 其實A跟C 大家覺得很有道理 但是其實現在科技都能夠Curve 沒錯 越薄的越貴 乳膠過敏的人不能用保險套 對啊 其實確實有別的 非乳膠材質的保險套 叫做居安治 好 下面一題請處理 好 男人在性行會後 經常會進入聖人模式 是因為射精之後 身體會分泌一種激素 降低性慾而導致 其實這種激素女生也有 特別在什麼時期最為明顯呢 A 生理期 B 哺乳期 C 服用避孕藥後 或是D 運動過後 請回答 好難喔 降低性慾 女生也有 這真的是常識題 可是我們好像也都是 不是很清楚 常常會有一點母沙沙的感覺 這一題一看答案就在裡面了 3 2 1 亮答案 好 來看一下 對啦 大家基本上都寫VV比較多 D C 因為她這個在哺乳期嘛 她就不想要跟 會拒絕老公嘛 應該是 生理期那不會喔 我有生理期女生硬衝喔 對 女生好像更想要對不對 生理期 而且運動過後也會特別想要 而且運動過後也會 激情 增進性慾 也會比較敏感 運動是對那個很好 服用避孕藥她四五劑 但她反而更放得開 有 沒有吧 就是V了啦 好 看一下就是答案是 蜜乳期 我們要懂嘛 沒錯 因為其實男性射精完之後 也會分泌一種蜜乳激素 然後跟媽媽體內蜜乳激素 是一樣的 抑制了雌性激素的分泌 導致性慾降低 對啊 是的… 竟然有三組是拿到7分了 吳宜萱 楊皓如還有林哲希 三位都7分 共享5000塊錢 獎金 具有獎金… 謝謝我們陳醫師給我們帶來 一些入理的一個簡說 謝謝 謝謝他們的分享 謝謝 愛愛內海光喔 明星大跟班下次再見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是我們不放心 讓真相被聽見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因為這個app非常貼心 中天的新聞 直播 節目 全都在裡面 一次滿足